说来也奇怪 丹安娜身上毛病不少 她与查尔斯的婚姻悲剧 有相当程度上也有她的原因 但英国民众就是对她讨厌不起来 反而是她的情敌卡米拉 一度被媒体嘲笑为 英国最讨厌的女人 指责她破坏了人民公主的婚姻 虽然时过境迁 2005年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后 公众开始了解她 也慢慢忘了她的过往 渐渐对她有了好感 但仍旧无法改变很大一部分人 仍然讨厌她这个事实 卡米拉的容貌和家世 均无过人之处 但她知道如何迁就查尔斯的 个性和爱好 王子爱狩猎 她也跟着策马扬鞭 王子爱原意 她就忙着四弄花草 王子讨厌吸烟 她硬着头皮戒掉了多年的烟影 这些改变 确实戴安娜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但人们始终无法释怀 卡米拉对戴安娜的伤害 其实无外乎是 她为人处事时 处处隐藏着心机 1979年 在戴安娜和查尔斯正式订婚的前两天 卡米拉给戴安娜写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亲爱的 关于订婚的消息真的太令人兴奋了 等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她将离开三个星期 我很想看看你的订婚戒指 卡米拉 正是因为这顿午餐 让戴安娜开始起了疑心 卡米拉一直追问戴安娜是否喜欢狩猎 其实她是在确认戴安娜会不会出现在今后的狩猎活动中 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继续她与查尔斯的秘密相处 老惦记着自己的老公 再大条的女人也会有所察觉 何况是自幼敏感的戴安娜 卡米拉是1972年第一次见到查尔斯王子 尽管当时自己也有男朋友 却依旧跟查尔斯开启了一段恋爱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 为什么查尔斯一开始不直接娶了卡米拉 其实这也是大家讨厌卡米拉的原因之一 她对查尔斯的真爱究竟有多少 或许查尔斯在卡米拉眼里也是个备胎而已 她与她当时的男友 后来的丈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 一直藕断丝连 鲍尔斯也是个万人迷 年花惹草的主 鲍尔斯追逐安妮公主 卡米拉就跑到查尔斯身边 为的是让自己的男友吃醋 当查尔斯被皇家海军派去驻外八个月时 卡米拉自己却先结婚了 让人怀疑她到底有多爱查尔斯 据说查尔斯哭着写信 求她别嫁都不行 也许卡米拉知道 自己放荡不羁的名声 在王室圈子里人人皆知 而当时的惯例要求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得娶一位至少看起来是处女的女人 而年轻的卡米拉是非常会撩汗的 她多样而复杂的情史显然是不适合来做未来的王后 连她自己也没有信心能通过女王和严厉的菲利普亲王的审核 于是1973年 她嫁给了安德鲁·帕克·鲍尔斯 最让她和查尔斯名誉扫地的是1993年 那年1月 澳大利亚一家杂志公开了她俩的一段电话录音 这段低俗而肉麻的录音内容 令众人瞠目结舌 引起世人的耻笑 未来的英格兰国王要为卡米拉转世成为女性卫生精 看着自己的儿子这么没出息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自然对卡米拉没有任何好感 2005年两人结婚的时候 女王一反惯例没有出席两人的婚礼 卡米拉一次曾劝戴安娜说 你什么都有了 嫁给了未来的国王 还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你还要什么呢 我要我的老公 倔强的戴安娜没好气对到 戴安娜说的没错 这也是大家对卡米拉普遍没有好感的原因 卡米拉的价值观比较渣 很难有女人会在自己已婚有孩子的情况下劈腿 还跟劈腿对象的老婆戴安娜保证 自己只是做地下情人 不会害他们离婚 而卡米拉就能做到 接下来是 95岁女王对查尔斯威廉和哈里梅根的纷争深感无力 只能去教堂祈祷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已经95岁高龄了 在明年她将迎来自己即位70周年的白金西年庆典 但在那之前 这位老人却承受了一系列打击 甚至在巨大的压力下 只能去教堂祈祷 快点结束这一切 在今年4月 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了 享年99岁 这让女王失去了自己最大的支柱和依靠 而如今 她不得不独自应对家庭内部的严重纷争 对于如何处理已经离开王室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 和因性侵指控陷入诉讼的约克公爵安德鲁 王室内部化为了观点完全不同的两派 一派只有女王和完全忠于她的工作人员 另一派则是由王位第一 第二顺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为首的众多王室成员 他们坚定地认为 应该与损害君主制整体形象的人划清界限 可是让女王在95岁的年龄割舍她最宠爱的儿子 和看着长大的孙子 这无疑太过残忍 这导致家庭内部纷争的所有压力 全都集中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一边要应对哈里夫妇与安德鲁对王室造成的影响 一边还要忍受查尔斯 威廉王子以及一众官员的不满 这让女王心力交瘁 随着女王在过去几年里 将越来越多的重要职权转交查尔斯 如今事关王室形象的重要决策 已经不再由这位老人一个人拍板定音 而是通过直系成员的会议决定 在大部分事关哈里梅根与安德鲁王子的问题上 女王几乎没有话语权 比如让安德鲁主动辞去职务 不能再以君职代表军队 禁止哈里梅根的女儿莉莉贝特接受皇家洗礼 这些都是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的决定 而女王只能坚守绝不放弃家人的最后底线 王室专家马修丹尼透露称 女王对这一切深感无力 由于哈里梅根的不配合 以及安德鲁在诉讼案中表现出的傲慢态度 导致她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并消除其他家庭成员的不满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祷 祈祷这一切尽快结束 让君主制迈过这特殊的动荡时期 马修先生说道 面对王室的一系列戏剧性问题 女王陛下已经把最后的希望转向她的信仰 她频繁地前往教堂祷告 希望结束这一切 王室专家罗伯特莱希 曾证实了女王对信仰的重视 他声称 正是女王坚定而直白的信仰 支持她一直统治至今 除此之外 马修先生还对外界对于女王无法在家人和君主之间做出抉择 准备退位让查尔斯处理这一切的说法做出了回应 这位专家表示 尽管菲利普亲王去世了 女王对他如今不得不应对的一系列问题感到棘手 但这位老人不可能会选择逃避 马修先生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正在慢慢好转 至少对女王来说就是这样的 就像我所说的 他对信仰极为重视 而他即位时在教堂内许下了此生最重要的承诺 为君主制奉献一生 他不可能违背这项诺言 这对他来说是无比神圣的 更多的承诺言 后来说尴尬都那尾 走这三个承诺言